今天继续介绍高分医疗局《关于豪斯》第34集 一对父子驾驶着卡丁车兴奋地在郊外游玩 儿子亚当恳求父亲让自己驾驶一会儿 父亲心软了,嘱咐他不要开得太快 父子二人换了位置之后又开心地出发了 但没过一会儿,亚当的速度就越来越快 父亲大声地阻止他 但亚当就像没听见一样 速度快到把父亲甩下的车后座 而亚当自己则撞上了道路尽头的油桶 卡丁车在撞击中爆炸,火焰烧到的亚当身上 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 亚当全身40%烧伤 烧伤科在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 把他移交到了豪斯那里 豪斯看过病例之后 发现亚当的心动过速,甲含量过低 按正常情况来看 接受过烧伤治疗之后 亚当体内的甲含量应该偏高 豪斯认为有可能是他的心脏感染的病菌 或者是先天性心肌炎 福马说 也有可能是安非他命在作怪 但是亚当全身大面积烧伤 做不了心电图 只能用古老的减流剂来做初步检查 有手腕和脚腕的脉搏来探查他的心率 卡丁轮询问亚当的父母 是否感觉他最近有些异常 亚当的父母说 亚当最近很快的 没有吸食过任何毒品 他们曾在一年前给过亚当一次大马 满足他的好奇心 老旧的减流剂在插上电之后依旧能够正常使用 可亚当却在检查进行一半的时候 像出了电一样抽搐 有很多的原因可以造成异常抽搐 亚当得的很有可能是脑部多发硬化症 但是因为烧伤 亚当做不了盒子共振和CT 为了预防感染 腰椎穿刺也做不了 豪斯说 可以转入多谱 超声波检查 他今天在一个昏迷两年的病人身上 实验了这个方法 豪斯故意偷偷通过的死对头万菲利普 在医院的演讲申请 在演讲时 还乔装打扮做到的观众洗礼 他不仅以欺诈为由 把豪斯赶出的诊所 还拿走的豪斯差一点就能得到的道尔奖 豪斯这么做 就是为了当众指出他的错误 狠狠地羞辱他 福满溜进来告诉豪斯 检测显示亚当的猪网膜有出血 大脑损伤不会造成抽搐 除非损伤面积达到10% 或者亚当得的细菌性脑膜炎 或者病毒性脑膜炎 但豪斯现在完全沉浸在复仇的快乐当中 他让福满先止血 自己等会就会回去 豪斯在菲利普演讲进行一半的时候 大声地打断了他 在提出的各种质疑之后 就开始大声地嘲笑 菲利普很快就认出了这个老熟人 豪斯说 自己不是为了过去的仇恨而提出质疑 他所研发的治疗偏头痛的药物 就是没有用 菲利普让他拿出证据来 豪斯没有话说 因为他就在一个昏迷的病人身上做过实验 这场豪斯心智勃勃地复仇羞活动 最后以失败告终 迫切想要反击的他 回去之后准备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他证明了菲利普的药没有用 但导致偏头痛的药还在深深折磨着他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豪斯只能靠止痛药度过 正在高压养仓治疗的亚当醒了过来 但他的身体却出现了高潮反应 如果感官信息被前脑神经术曲解 那么就会导致好多感觉是坏坏的 传染神经炎 脉管神经炎 妄想症 脑蛋白营养不良 都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亚当的烧伤感染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 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找出亚当的病因 豪斯让医疗小组 用蛆给亚当的烧伤做治疗 这可以尽快去除亚当身上的腐肉 和受伤组织里滋生的细菌 这个场景让病房外的亚当父母既伤心又恶心 沃尔森知道豪斯的实验之后 愤怒地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豪斯现在的情况很糟 偏头痛让他无法正常生活 一开始 沃尔森就不支持豪斯的复仇计划 更别说这种拿自己做实验的愚蠢行为 外界根本不会因此认为菲利普的药没有用 他们顶多会认为豪斯是个莽撞的白痴 虫子治疗完全消除了亚当身体表面的感染 但他的脑波还是有些异常 也就是说亚当的脑部紊乱和身体的普通感染没有关系 豪斯认为现在必须要做腰椎穿刺 在第二三节脊椎 这有非常大的风险 失败的话可以导致瘫痪或者死亡 福满让亚当的父母签下的同一书 亚当的母亲已经崩溃 开始愤怒地指责他的父亲 腰椎穿刺的过程非常凶险 结果什么也没检查出来 因为不能做别的检测 豪斯决定亲自去问问亚当 他让麻醉医生强制唤醒的正在昏迷中的亚当 剧烈的疼痛让亚当痛苦地大叫 豪斯问他在发生车祸之前身体是否有异常 亚当说他只记得自己尿裤子 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豪斯得到满意的回答之后 又让亚当昏了过去 结束询问之后 豪斯来到了一冒间洗澡 因为过量服用药物 他出现了幻觉 卡门龙找到他的时候 豪斯还在眩晕当中 但没一会儿 他就正常地回到了办公室里 他告诉大家 亚当得的应该是抑郁症 抗抑郁的药物 有极少数的可能性 会在人体内产生复合胺 复合胺可以导致很多问题 二本环根钉可以治疗这个问题 卡门龙说 比起复合胺 在亚当体内作怪的 更有可能是多巴胺 如果是多巴胺的话 二本环根钉会杀死他 因为麻醉医生告诉的亚当父母 豪斯的所作所为 所以豪斯现在不能直接唤醒亚当 只能间接地问他的父母 亚当的父母坚称 自己是最了解儿子的人 亚当没有吸毒 更没有抑郁 他是个快乐的孩子 回到办公室之后 豪斯依旧摸不着头绪 他不顾亚当父母的反对 再一次进入了亚当的病房 缝满冲进来阻止了他 在争执的过程中 豪斯发现了亚当手腕上的烟疤 和指头上的抽烟痕迹 他走出病房 告诉亚当的父母 他们的儿子有抽烟这个坏习惯 并且正在试图戒烟 就是这个行为差点要了他的命 网上的戒烟药物 都是便宜的抗震禁忌 这种药物可以导致亚当 现在身上出现的所有异常反应 知道了病因之后 亚当很快就被治愈 菲利普愤怒地冲进了豪斯的办公室 制药公司关闭了他的实验 因为豪斯给公司 发了关于他实验数据的投诉信 菲利普质问豪斯 接下来还想怎么报复自己 豪斯却说 他们扯平了 以后不会再做纠缠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 大家 Chang'an 儿子 大 hooked 儿子 孙兵 快乐 儿子